从书生带兵到洋务运动 做了许多事 也做成了许多事 可见他是一个行动力 执行力都很强的人 就连梁启超 也曾评价曾国藩 是而困而知而免而行 那么在曾国藩家训中 都有哪些关于执行力的秘诀 我们究竟怎样做 才能拥有完美的执行力呢 敬请关注 利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下部第十一集 困而知免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执行力是现代企业管理中 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简单来说 就是执行规划并完成任务的能力 有人说执行力的好坏 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成败 也有人说 执行力不但反映了一个团队的整体素质 也能反映出管理者的能力 虽然执行力一词来源于英语 但是早在一百多年前 梁启超就曾经评价曾国藩是 而困而知 而免而行 其实说的就是曾国藩的执行力 那么无论是白手起家 自办军队 还是力排众议 心办洋务 曾国藩是如何做到 困而知 免而行的呢 这种强大的执行力 是他余生俱来的 还是后天练就的 在曾国藩嘉训中 又有哪些关于提高执行力的秘诀 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力波副教授 为我们继续精彩讲述 力波评说曾国藩嘉训 下部第十一集 困而知 免而行 我们前面说啊 曾国藩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大的人 也是实践力非常强大的人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嘉训中的一句名言 叫先进之 再思之 五六分把握即坐之 我们平常读论语说三思而后行 曾国藩认为再思可以 但是别想那么多 五六分把握即坐之 早点行动 那么体现在坐视的风格里头 曾国藩向来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坐视啊 高效率 雷厉风行 你看 这个 他当年修身的时候 唐健教给他方法 教给他要静坐 每天静坐半个时辰 对不对 一教给他 他立刻去这么做 而且日课十二条里头列了这一条 后来坚持了一辈子 那个唐健的学生 窝人教给他 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天天写日记 在日记里头开展 自我批评 天天臭骂自己一顿 窝人这么说说而已 他听到了立刻去这么做 而且一写 怎么样 写了整整三十年 中间只因为重病 断过三十天 拿不起笔来了 甚至到临死前一天 还在写 所以他的行动能力 高效率 雷厉风行 听到了什么 立刻就去做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高投入 他一旦做的是 全身心的投入去做事情 所以他加训了一句名言 叫全部精神付诸一事 未有不成 又说 凡全副精神专注一事 终身必有成就 所以你看 他这个做事情 下定决心之前可能犹豫 你比如说他出三办团恋 一开始非常犹豫 但是一旦下定决心出三了 那立刻就是全身心投入 别的不管不顾 到了长沙 办审案局 然后凭会匪之乱 然后招兵买马 练团练 不仅训练团练 还训练人家的路营 越主带袍 本来那块不归他管 他也要管 为什么呢 他太投入了 你知道吧 做事情太投入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路营华辩 搞得灰头土脸 甚至差点要了他老命 对不对 败走横扬 重新来练兵去了 痛定思痛啊 就是因为这个 长沙受辱之后啊 这与曾国藩痛定思痛 开始反思 自己这种高效率 高投入的行动方法 到底有什么问题 反思的结果 就是明强挺精忠 他的家训忠 由行动力 向执行力升华的 这个思想和智慧 那么什么叫做执行力呢 美国文化是非常推崇执行力的 所以你看美国这个企业里头 他的行政总裁都叫什么 叫CEO 对不对 CEO是什么呢 就是首席执行官的意思 这个执行两字就放在里头 他非常重视执行力 那么什么叫做执行力呢 美国文化重视执行力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美国的戴尔公司的老板 麦卡尔代尔 就他的创始人 也是他的首席执行官 他就解释过 他说执行力 就是在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完美 切实执行 这样最终的结果 是长期目标的完美达成 这段话里头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环节 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 是长期目标 一个是全局 一个是局部 一个是系统 一个是细节 如果关注了这两个层面 这两个层面都能完美达成 就叫做执行力的话 我觉得曾国藩 虽然在他那个时代没有预见 没有提出这么现代的词 执行力这样现代的词 但我觉得他思想完全达到这个境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家训里头 也有这样一句名言 叫古之城大事者 规模远大 于中理密威 二者缺一不可 什么叫规模远大 就是长期目标的大臣 全局观 什么叫做中理密威 就是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环节 甚至每一个细节 他这么说 他到底做得怎么样 要说曾国藩反思之后 执行力的升华 最能体现出他执行力特色的事情 当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组织团练 一个就是他一手开辟了洋务运动 这是他一生最重要两件大事 但是这两件大事 耗时都非常长 非常漫长 那些过程也非常复杂 所以没办法在这作为一个例证展开 我们通过另外一件事 看看曾国藩的执行力 这件事就是他的财策相军事件 财军事件 这个同治三年 也就是公元1864年 曾国权的部队攻下了天津 当时曾国藩在哪呢 不在最前线 不在前线那个地方 他在哪呢 他在安庆 他的两江总督府 当时设在安徽的安庆 当那一天晚上前方战报传来 攻下天津城的时候 这意味着打了十几年的仗 就要画上句号的时候 可想他作为这支部队的总指挥官 心情该有多么激动 但是他的激动 和我们理解的激动不一样 我们一般以为这种大胜之急 心情激动肯定是兴奋和高兴 但他那一天晚上的表现 居然是什么呢 绕世彷徨 彻夜不眠 绕世彷徨啊 就在屋子里头不停的转圈 忧心忡忡 彻夜不眠 我们就奇怪了 你打输了吗 绕世彷徨 彻夜不眠 你现在打胜了 你也绕世彷徨 彻夜不眠 更奇怪的是 彷徨了一夜之后 彷徨之后是什么 彷徨之后是呐喊 他呐喊了一声 我要裁军 决定裁军 而他裁军的理由啊 也是让人想不到 他裁军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自己解释啊 说他的这支部队啊 作战拧久 目气已深 打的时间太久了 战斗力严重下降 另外 这个军饷供应 向来也比较困难 所以 现在障碍也结束了 可以裁军 立刻裁掉 曾国藩裁军的这两个理由 看上去貌似有理 但真正的原因是 现在的曾国藩 已经是功高震重 而慈禧太后 也一直对他是肉用肉防 所以曾国藩 为求自保 主动裁军 但是此时 他手下军队 一共二十多万人 刚刚打上了仗 不仅没有奖赏 而且还要大规模裁军 一时间 士兵们群情激愤 非常不满 特别是曾国藩手下的部队 更是要有滑变的迹象 那么曾国藩 会如何应对 这个棘手的局面呢 他又是怎样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 一下裁掉了 二十万大军的呢 曾国藩这一下子 一屁股坐到火山口上 这要是处理不好 对不对 很容易怎么样 机体滑变 局面很容易失控 所以这就是看你做事的本事了 所以曾国藩这时候啊 绕世彷徨了 不止一夜 恩多夜之后 下了一个决心 快刀斩乱马 以一招剩无数招 这一招就是快速裁军 所以他是1864年的六月 攻下天津的 七月立刻开始裁军 而且先从自己的这个最核心的敌系部队才起 就是曾国权的部队开始 自己弟弟 曾国权当时的啊 有五万人嘛 七月裁军 先立刻裁掉一半 两万五千 裁掉 然后城内 天津城内 留一 一万人 守城 一万五千人 到城外 做游击 巡防 弄到城外 下一步就很容易裁掉 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 这个天津城内 还剩守城部队 就只剩两千人了 裁掉还剩两千人 解决了曾国权的部队 那就好办了 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对不对 情绪最激动的 这支部队 然后曾国藩 着手在全国范围内 裁册向军 到了1865年的二月 全国范围内 裁册人数达二十万 到这个时候 曾国藩能亲手调动的人马 还只剩多少人呢 只剩区区六千人了 所以这个裁军要雷厉风行 但问题是 我刚才讲了 曾国藩下了决心要裁军 问题首先人 情绪很激动 他那个弟弟曾老九 大家都知道 外号老讨 讨妾的讨 讨 对不对 而且脾气也是非常大 向来自负的人 心里委屈 自己攻下了天经 这是手攻 结果大哥又让他裁军 心里想不通 但是想不通 也得想通 还没想通之际 他大哥又要求他 另外一件事 简直要把他逼疯了 为什么呢 让他辞职回家 你别呆着 要裁先从你裁起 你别干了 曾国权心里不平衡 当年放着上海那块肥肉 他都不去 本来有机会去到上海 把江苏巡抚的位置 活生生让给了李鸿章 就要争打下天经第一攻 现在好不容易打下来了 历尽千辛万苦 结果一生的不适 不仅被朝廷辞责 而且大哥还要让他辞职回家 脱病 你说我生病了 战斗负伤 病得太重 是不是 然后给朝廷打报告 辞职回家 想不通 想不通 也得想通 为什么呢 因为曾国权受老大哥教育很多年 十几年来 这就是看出曾国藩家训的功夫来了 十几年来曾国藩对着汪弟弟 知知不倦的教育 这时候就出效果了 曾国权想不通 想不通也没有办了 大哥说的 让他辞职回家 正好财军的时候 曾国权又轮到曾国权过生日 曾国藩亲手为弟弟操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 然后曾国权回家 但是曾国藩送走了弟弟之后 才撤了乡军之后 紧接着又干了一件 让所有人都很吃惊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拒绝朝廷拨款 拨给他军饷 朝廷乃至各地 按照规定 每个月要供他多少军饷 几百万两军饷 这时候他统一拒绝 官场腐败 军队吃空想 是最普遍的腐败行为 不去主动的贪污 那已经算是清廉的了 没有说白送不要了 曾国藩干这件事 当时所有人都很吃惊 每个月朝廷各地 拨给他的军饷 上百万两 然后他说 部队也裁了 人也走了 军钱一分钱不要 我曾国藩做事 他讲出山的时候 讲过一句名言 不要钱 不怕死 从我做起 军队裁了之后 立刻一分钱不要 那么不要这个钱 怎么裁军 很多学者说 他裁军是因为 军饷困难 其实养一支部队是要花钱 问题是裁军更要花钱 你裁军没有钱来安置 那帮虎狼治事 随时他哪肯打了几十年 能够听你的话 好好的就回家去了 是不是 所以裁军更需要钱 那么曾国藩拒绝了这个波响 那他裁军哪来的钱呢 他早就准备了一批裁军军费 所以这时候才能在短短的数月之内 把这个庞大的乡军迅速裁军掉 所以这就说到这个曾国藩的这种执行力 所以你看劝走了弟弟 裁军了乡军还拒绝了朝廷的给他的拨款 哎呀 慈禧之道之后都不禁感慨啊 说曾国藩真是古今难见一大忠臣啊 所以当时曾国藩打下天津的时候 天下福役啊 福役纷纷 让他议论纷纷 但是几个月之后 让他雷厉风行的把裁军这件事做完 做好了之后 再也没有人非议他了 所以通过曾国藩主动裁军这件事 我们不难看出 他原来只是高效率高投入 现在上升到 由行动力真正的上升到执行力 这种完美的执行力 那么这个完美的执行力 包括哪些内涵呢 我觉得至少包括四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第一个就是执行力啊 首先要以忠实的行动能力为基础 美国有一本杂志啊 叫美国出版商年鉴 他曾经做了一个排行榜 叫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畅销书的排行榜 其中排名第六位的书很有名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叫《至加西亚的西亚》 这本书讲了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美西战争期间 美国和西班牙打仗 美西战争 当时这个美国要于这个古巴的反抗军首领 叫加西亚取得联系 建立联盟 但是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在什么地方 加西亚藏在古巴的那个群山军领密头 反抗军嘛 打游击 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 要给加西亚 但是不知道这封信怎么能送到加西亚所中 有人建议有一个人能把这封信送去 这个人是一个美国普通的陆军上校 叫罗文 罗文拿了这个信之后 装好了信 然后就出发了 然后到了这个古巴的重山军领里头 整整历时三个星期 当然这期间经历了很多困难 艰难困苦 最后找到了加西亚 把这个信给了这个加西亚 就完成了一个邮差的使命 这个故事说起来不复杂 一点不复杂 甚至还很简单 这本书的内容也很少 情节也很简单 但是这本书印出来之后 在当时就封行权威 后来封行全世界被译成各种各样的文字 很有名 很多国家包括很多企业 都奉这本书为企业管理的典范 为什么呢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叫哈伯德 他就说 说这个罗文身上有一种普通人 绝对没有的 一般人很少有的品质 什么呢 就是这个罗文拿到信之后 把这个信贴身藏好 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好的先生接受了这个任务 然后就出发了 问题是他根本没问 加西亚在哪儿 哈伯德说 罗文知道也没有人 其他人也不会知道加西亚在哪儿 所以他不问 他就出发了 所以这个哈伯德就在这个书里头 说了一段话 他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企业里头 你是领导 现在有六个人正在待命 你可以吩咐他们做事情 你要让他们查一个 一个叫极力极傲的人 给他做一个生平简介 生平小节 你找这六个人来做 绝对不会有一个人 哈伯德说 我给你们打赌 绝对不会有一个人 只答应一声 好的先生就去做 他们一定会问 这是谁呀 极力极傲是谁呀 是不是 他干啥的 查百科全书 哪本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在哪儿 是不是 这事急不急呀 为什么是要我来做 你为什么不让交集去做 是不是 所以肯定不会没有疑问的 只有罗文 什么都不问 尼克就去做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忠实的行动能力 当然很多 也有人议论 说罗文这叫做愚忠 这个很多企业家 让员工读这个 那是让员工愚忠 当然这个企业家的出发点 我们不谈 这个忠实的行动能力 一般人理解错 他不是对领导的忠实 他不是对上级的忠实 他是对什么 他是对任务的忠实 对这个责任的忠实 他一旦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 他就复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 这才是最忠实的行动 所以面对这个任务 不抛弃 不放弃 不犹疑 不忽疑 这一种去彻底执行的能力 叫做忠实的执行能力 所以曾国藩身上也是 这种忠实的行动能力 要想做成功任何一件事情 仅仅是有忠实的行动能力 这肯定是不够的 那么在曾国藩的执行力里面 还有哪些内涵 在裁军这件事里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说服 弟弟曾国权同意裁军 并辞职回家 仅仅是凭借着一场生日宴会吗 曾国藩拒绝了朝廷的拨款 那在没有军饷的情况下 他又是如何做到安全裁军的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他忠实自由 他重情重义 宋悟空主要面对这个心魔是什么 骄傲的个性 急躁的脾气 他信仰坚定 他肉眼寒胎 他胆小怕事 但是他又确确实实 就无所畏惧 他直面富裕 他滑稽可爱 没有比猪八戒更幸运的人了 他忠于职守 他低调少言 他不怎么说话 但是每说话 就往往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次西游记 在梦讲与磨难的交织中 唐僧之徒四人的修炼之旅 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人生起立呢 一起听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 大话西游 百家讲韩 1月14日起播出 第二 这个执行力啊 要有分析和策划的能力 他的这个家训里有一段名言 讲做事情的方法 他说 知识不外四端 与今分轮合 详思约首 经分轮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分析和综合的意思 详思呢 就详细思考 约首 一般人认为是这个约束手下 让手下各司其职 这一点我们放在等会儿说 前三个 这个经分轮合 详思 说明什么 说明曾国藩做事情啊 很重分析和思考 很有权局观 所以他讲嘛 古今成大事者 两个缺一不可的 一个是规模远大 一个中理密威 不论规模远大 还是中理密威 都要有分析思考 策划的能力 所以你看他裁军啊 这个看上去 他是在大圣之夜 绕世彷徨 彻夜不眠之后 突然下了一个决定 其实他怎么样 他是深谋远虑 由来已久 他早在两年前 就和弟弟反复商量过 要裁军的事情 在他的家书里头 早就给自己的弟弟 曾国权 商量过 早在两年前 就商量过 他自己说的 说你看 现在长江三千里上下 几无一船 不挂曾志祺啊 你看长江上面的船 都挂着我们 曾志祺的旗号 曾家军的旗号 这还得了啊 这一方面说明 我们的这个势力 已经很大 但是物极则必反 是不是 越满则亏啊 这个时候 圣时要做 衰时想 也是他常说的一个名义 所以曾国藩 虽然现在提出裁军 其实他在他的家信里头 在他的家书里头 早就给自己的弟弟 曾国权 商量过 为什么专和弟弟商量 最难啃的骨头 就是他那个弟弟 曾国权 是不是 所以曾国权后来 为什么能接受大哥的这个意见 也有心理准备了 他也渐渐的接受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曾国藩啊 早在两年前就遇到的 遇到到这一点 所以曾国藩的这个长处啊 是什么 是一种 他这个执行力头 能分析 能前瞻性 能策划 这种能力 非常厉害 第三一个 执行力啊 要有措施 和细节上的这个 操控能力 这是他说的 中里密威的地方啊 咱们他家训里头 有另外一句 更通俗的话来解释 他说什么呢 他说天下事啊 当于大处早也 小处入手 这个小处入手 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措施 和细节上的操控能力 所以我们前几年 管理学上 一直流行一句话 叫什么 叫细节决定成败 你再有眼光 再有全局观 谋划策划的再好 你细节措施的执行不得力 一样 无从谈起 所以你看他 裁军这件事情 貌似很突然 貌似这个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他什么呢 做的是指挥若定 举重若轻 这得益于什么 得益于他细节上的安排 我们刚才讲了 第一 最难啃的骨头 是他的弟弟 曾国权的极致影 是不是 这也是乡军中核心中的核心 但是也是最有造反情绪的一支部队 所以他早在两年前 就开始给弟弟谈财军的事情 这个伏笔埋得有多远 曾国藩最喜欢下围棋 围棋都讲究棋看几步远 是不是 伏笔埋得很远 第二个 这个据说他早在两年前 就开始筹措财军经费 数量甚至达到五百万两之多 当然有学者提出来 不可能有这么多 但是他早做准备 是一定的了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提 体现出这个曾国藩深谋原理的事 他在猜测 曾国权的部队和其他乡军的时候 给朝廷提了一个建议 我裁军没问题 但是要怎么样 要裁相留淮 我把乡军裁测掉 但是建议朝廷要保留李鸿章的淮军 这些事情很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严格算出来要裁军的话 要连华军一起扯 为什么 怀志相出 怀军就从相军里头出来 为什么要留怀呢 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当然手下那个最聪明的天才幕僚 赵烈文 包括吕元渡都劝过他 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你现在刚刚打完仗 立刻裁军 这叫什么 这叫自断手足 对不对 打了那么多年仗 死了那么多年 死了那么多人 对不对 你自断手足 你的处境就危险了 况且 那个朝廷一直担心你伟大不掉 你拥兵自重 他当然担心 但是你要自解兵权 你就是板上的真肉 是不是 任人宰割了 对不对 所以 曾国藩提出 财相留怀 保留李鸿章的怀军 这是留一个底气 正好慈禧也愿意 这个看了曾国藩的势力太大 也希望扶植李鸿章 来平衡曾国藩 所以完全同意 所以 这个怀军到最后 只象征性的 才撤了几千老肉病残 其他文身没动 这样各方面全都满意 整个局势迅速就稳定下来了 所以这几步的这个 细节上的操作 措施上的得力 保证了整个事件的 本来他是坐在火山口上 那个秦师 行师千军一霸 但是最后怎么样 春风话语解决掉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文 曾国藩巧妙地解决了裁军的问题 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执行力 那么是不是我们只要有了忠实的行动能力 分析策划的能力 措施和细节上的控制能力 我们就能够成功地做好一件事呢 为什么说我们做事情还要有约手 这个和曾国藩的执行力又有什么关系呢 约手究竟是约束别人还是约束自己呢 第四就是执行力还要有行动的原则和底线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他治世四端 经分轮合 详思约束 这个约束 约束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人以为就是说做事情 他作为一个领导 在做事情的过程中要严格约束手下 使得手下各司其职 各安其位 对 但是我就纳闷了 曾国藩讲的这四条 前面都讲自己做事的方法 这个约束怎么可能只讲别人 不讲自己呢 他向来是 他教育别人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 全是从自己做起 对不对 所以这个约束肯定不只是约束别人 约束这个词他倒经常提 他有时候反过来用 他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 说至心至身 礼不必太多 知不可太杂 切身日息用得着的 不过一两句 所谓守约 这就是讲修身的原则是什么呢 要把握最惊要的道理 守住那个底线 那么放在做事上 这个约束是什么 也是要把握住最惊要之处 那个惊要之处是什么 就是原则和底线 我们知道天津教案处理失败 果不其然 向他儿子 向他那些好朋友劝他 是个大火坑 他跳进去之后 结果被天下人骂为汉奸卖国贼 处理失败 然后 朝廷撤了他的职 然后让李鸿章来接替他直立总督的位置 然后他又回到南京去做他的两江总督 举国一片责骂声中 曾国藩这个身体也不行了 70年这时候 李他死还只有两年的时间 心情也极差 然后到了这个两江总督任上 也有好多事情 改革立志 洋务运动 还有赤马案 都很有名的 千头万绪 他自己都说 感觉撑不下去了 但是就在这种身体情况 心情包括环境下 他没忘记答应荣宏 要支持荣宏 选派留学生的计划 结果这个提案提出来之后 很多人开始嘲讽他 说他老糊涂了 晚节不保 天津教案已经落个卖国贼的名声 现在又提出一个什么荒唐的留学生计划 那个时候的人不像我们现在的眼光 限于时代的局限 那时候知识分子都认为 这个王朝天国 是不是 跑到埋移之地去学人家 太掉分了 所以 那朝廷很多人都嘲讽他 但是曾国藩怎么备 即使在那种心情下 也坚持做下去 不仅自己做 还鼓动自己的学生 受他影响 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是接地他位置的直立总督李鸿章 一个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 丁日昌原来也是他幕府中重要的人物 就是在曾国藩 李鸿章丁日昌支持下 最后融红这个教育救国的 留学生计划得以实习 所以我就讲 他做事情的底线 是一旦开始做 只要认为这个事情 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不论环境怎样 不论自己的心情怎样 我们做事情往往是做这件事 突然来了那件事 所以那件事的心情一定影响这件事的做法 他可以不受干扰 他可以一直做到底 虽然做到底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了 但自有后来人 会把他做下去 所以这种约守守住了人生的底线 守住信仰的底线 也就守住了不抛弃 不放弃的做事的底线 梁启超曾经感慨的说 曾文正者 其所遭遇世会 亦终身在福利之中 然乃利得利公利言三不朽 所成就镇骨朔金 而莫于金泽 其一生得利 在利至自拔与留俗 而困而知 而免而行 困而知免而行 困之免行 知行合一 这就是行动力和执行力的关键 反之 目标不清 计划不明 用人不当 流程不畅 措施不得力 细节失败 没有做事的原则和底线 这样怎么样 这样做事 肯定是不行的 这是小到一个个人 大到一个团队 一个组织 能否有行动力和执行力的关键 谢谢大家 曾国藩 好称拥有天下第一幕府 打造了当时最厉害的一支军队 这一切都是靠什么来实现的 当那些有时之事 对腐败的清政府失望至极的时候 又怎么会对代表着清政府的曾国藩 如此信任呢 曾国藩究竟凭借什么 让自己的团队如此的具有凝聚力呢 敬请关注曾国藩家训下部 第十二集 有主意的团队